不只是小镇,房子是所有青年的痛于梦想,网路图片LDQUO,专家都是扯淡,我看,我们的在城南买套房子,ARTCO,小陈记得很清楚, 这是自己14岁的某一天母亲在饭桌上说的一句话,如今小陈每次失眠的时候都会想,如果当初买了房子,现在的生活会不会更加幸福,然后在对幸福生活的想象中甜甜的睡去,但生活是没有如果的,即使回到那一年,房子也不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焦点,那一年股市上了六零零零点,但北京的房价却还累过磨, 报纸上的专家都在说现在房价太高了,一个月的工资,都快买不起一平米的房子了,而在小陈的家乡MDASH,MDASH,一个苏北小县城,连排别墅不过4000一平,40层金庄楼盘,屹立在荒郊野岭,无人问津,乡亲们都说LDQUO,房子都比人多了,还盖楼, 风子才去买,二口,多年后的今天,小城的房价已经稳稳上了一幕,每当有新楼盘开卖,就像被点石墙板蓝根,福岛和泄露石墙点盐一样,人们带上素食面,瓜子和小板凳,从凌晨开始聚集在寿楼处,在漫长的等候中交换住LDQUO, 镇上的老张靠卖房子给儿子争到了出国留学的经费LDQUO的传说,然后一致得出令人振奋的,LQ房价还要涨LDQUO的结论,直到受楼储的大门传来开锁的声音,所有的讨论戛然而止,战士们发起了冲锋,只留下一地的瓜子壳,小陈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,20岁进场,连续多年企业生产标冰, 劳动模范,三把红旗奖章收割者,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,并且他很有远见,2000年,大家都住单位宿舍时,他问亲朋好友,借了一抹快钱,在城乡结合部,自己盖了栋四层洋房,这样的事情,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,而小陈的父亲曾经是个天才少年,经常在常理古岛些,能帮助偷懒的发明创造, 比如魏珠的自动投石机,常常很赏识他,把他提拔成了生产步不长,那时的老陈风光无限,大家都觉得他有助光明的未来,那是小陈前20多年,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,他有劳模母亲,干部父亲,和四层的阳楼,班上的小朋友都抢住去他家玩, 可是好景不长,进入21世纪后,老陈开始沉迷热血传奇,每天在网吧,彻夜奋战,跟着工会的兄弟们刀刀烈火砍下沙城,直到有一天,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老陈,被老婆一个巴掌从网吧打了出来,有些势众,这件事情整个场里人紧接之, 也许这件事,伤害了老陈的自尊心,2003年,36岁的生产步步,长老陈,出轨了自己的女下属,在老陈看来,和粗暴地干涉他爷爷爱好的老婆比起来,女下属懂得实谋,是爱,实谋是尊重,老陈觉得自己遇到了爱情,甚至称自己的下属为爱人,为了这份真爱他愿意净身出户,当然现实是残酷的, 果断性身出户离婚的老陈,被自己的爱人,果断地抛弃了,一个没有四层洋房还沉迷游戏的中年男子,哪里值得年轻女孩喜爱呢?老陈明白这个道理后,已经追悔莫及,童年进场的同事都是企业老总了,而他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中层干部,没有房子,没有车子,没有爱情,没有钱,明白了这一点的老陈开,是渴望回归家庭, 2007年年底,老陈40岁,许久没见面的一家人吃了顿饭,餐桌上,老陈说LDQUO,我40岁了,是个中年人了,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吧, 小陈的母亲则说LDQUO,你的人生还有机会,我们一起在城南买套房子吧,以后肯定涨,而且儿子长大后也是要房子的,如果老陈拒绝了,他说LDQUO,我没钱,如果过了会儿,他又说LDQUO,我的钱都在股市里,以后肯定涨,我就要发财了, 儿子长,2007年拥有和老陈一样想法的人很多,他们甜蜜,而风光,看住上政治数一路冲破了6000点,他们相信美梦会,一直延续下去,因为LDQUO,国家不可能让股市垮了,股市垮了经济不就崩溃了吗,儿子长然后股市就垮了,一年时间,像一根抛物线一样,跌到了1664.93点, 让无数人也在天台上,画出一条人生最后的抛物线,好在老陈是一个懒散,潇洒,善于在苦了生活中,寻找乐趣的男人,失去了发财梦的他,重新在游戏里找到了寄托,他开始玩魔兽世界,他玩法师,ID叫LDQUO,孤独风中一匹狼RDQUO,在他的带领下,工会吕律夺的全服首杀,老陈重新获得了快乐于安宁, 甚至开始搞网恋,只是小陈一家从此失去了买房的可能,也永远失去了重归于好的希望,08年后,房价一期绝尘,四层洋房在一栋动机十层的楼盘前,逐渐,显得破败衰退,工厂的效益一天天差下去,小陈考了各三本,离开了家乡,梁小陈大概是继承了父亲懒算的基因, 大学时代,他就以卦科多出名,他经常矿课,最爱的地方是网吧,毕业后找工作,投了基十份简历,除了卧司,没人要他,据小陈描述,面试过程如下,老板问RDQUO你的理想是什么,RDQUO, 另一个主工修电灯泡,一年后修灯泡的人走了,小陈成功升任技术总监,公司上掉了500块,对自己的生活,小陈是很满意的,他说RDQUO,我父亲30,多岁才做干部的RDQUO,小陈对房子完全没有执念,他租住在800块一个月的卧室里,工作半年以后,他攒钱配了一台GTX1070显卡, 的电脑,那是我见过他最开心的一天,他甚至邀请我们去他家吃火锅,最后就去了我一个人,好在昏暗的出租屋里,除了床和电脑桌,刚好只能容得下我们两个人,但小陈毫不在意,激情地向我讲解显卡添梯图,A卡和N卡的区别,生活就这样简单,快乐地向前推进,直到有一天,小陈的母亲,那个能干的女人,突然, 就出现在了南京,他跟小陈讲LDQUO,你必须买房,明天就去落户,房子,我已经看好了,Ertco,原来,他的场因为环保不过关,不久前被关停了,他因此拿到了金石墨的下岗补偿, 而拿到钱的第一个瞬间,他脑海中就填满了两个字,买房,小陈对此是完全猛的,Ertco我为石墨要买房,Ertco,小陈激烈反抗,在他眼里,成为房奴,意味着自己的工资除了吃饭的钱,剩下的都要拿来还房贷, 这跟奴隶有什么区别呢?小陈的母亲说LDQUO,你在外面总得有个窝,你以后结婚也得要房子的,Ertco小陈说LDQUO,我不结婚,Ertco小陈的母亲说LDQUO,没有房子你就没有爱情,Ertco,小陈说LDQUO,我喜欢男人,Ertco小陈的母亲说LDQUO, 你就是喜欢狗也得给我买房子,Ertco,小陈的母亲开始哽咽,她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,20岁进场,勤勤恳恳为工厂奉献自我,嫁给废物老陈,日复一日为家庭贡献自我,最后石墨也得不到LDQUO,我这辈子,就是被你爸毁了Ertco小陈的母亲说LDQUO,你们老陈家,都一个德行,安于现状,胸无大事, 大致,别人活住总要忙些石墨,而你们呢,有电脑就可以了,Ertco,小陈的母亲嗨,是系数周围熟人的产业,谁在上海有房子,谁在北京有房子,谁有个鱼堂,谁有家饭店,LDQUO,我们家石墨都没有,Ertco,在小陈母亲眼中,房子并不只是住的地方,大城市的房子是一个巷子,是这辈子没白活的巷子, 他奋斗了一辈子,没有理由配不上一间大城市里的房子,哪怕是二手的,Ertco,人活一世,围了套房子,有什么意思呢,Ertco小陈做出了最后的挣扎,不过他还是买房了,因为母亲说LDQUO,你不买我就去死,Ertco,买房的过程极其顺利,顺利到中途并没有任何阻力,不管是亲戚,中介,还是银行,都极力配合小陈, 这让他意外,即便是作为共同担保人的老陈,有时信记录,也轻松的用几百块做了个,假流水,小陈评价到LDQUO,这个国家,就是绕住房子转的吧,Ertco,小陈也认识了不少房友,LDQUO,有个小姐姐,和男朋友在南京很多年了,他们收入不够, 爱求银行经理给,他们放贷,他们要一个家,Ertco,还有全款买房的拆迁户,真羡慕,政务中心都是来落户的,他们都是来买房的吗,Ertco,小陈的母亲挑中了一套245末的二手房,自己掏了20末积蓄,爷爷奶奶10末,外公外婆20末,两个舅舅30末, 表姐和姐夫掏了20末,没闲的老陈也出了1000块车马费,前前后后一共10个钱包,比6个钱包还多4个,贷款145末,月供8100,30年,比小陈的工资还高,只能一家人一起孩,我不禁为小陈捏了把汗,买房后的小陈比以前更兴奋了,不仅主动加班,连游戏都见了,也不吃外卖了, Ertco加勒夫每天关门,以前的蔬菜,只要三毛钱一把呢,Ertco小陈有一天,对住吃败卖的我说,而我们也喜欢对有房的小陈开玩笑,说,他是身价数百末的土豪,然后逗他说房价崩盘你就完了,并在他加班时说战神四处了,小陈玩不玩啊,但我知道,虽然我们冷嘲热讽,其实我们心里,都羡慕小陈,为什摩呢? 房子的事情,说不清楚